剛剛手機夾座上面有一個冷靴夾座可以擴充你的配件 那腳架 剛剛的手機夾座只有一個冷靴夾座可以擴充你的配件 但是我們的三腳架 剛剛的手機夾座只有一個冷靴夾座 剛剛的手機夾座只有一個冷靴的孔 剛剛的手機夾座只有一個配件的孔位 剛剛的手機夾座只有一個冷靴可以擴充你的配件 但是我們的三腳架 自拍三腳架 剛剛的手機夾座只有一個冷靴的孔位可以擴充我們的配件 但是我們的自拍三腳架上面有本體呢? 我們自拍三腳架本體還有另外一個特色就是 它有兩個冷靴的孔位 所以你可以擴充像是無線麥克風啊 然後還有我們的補光燈啊都可以輕鬆放在上面 那它還有一個輕鬆調整角度的 我們自拍三腳架還有另外一個特色就是我們剛剛 那自拍三腳架上面 我們自拍三腳架上面還有另外一個特色就是我們有兩個冷靴的孔位 就是你可以擴充像是我現在裝的無線麥克風啊也可以輕鬆放上來 還有我們的自拍補光燈啊也可以輕鬆放上來 那重點是它這一個擴充的孔位可以輕鬆的調整我們的角度啊跟方向 所以像是補光燈的部分我們也可以輕鬆的來旋轉我們的補光燈的位置 因為我們我們可以脫積使用其他方向 於是可以輕鬆的地方 我們應該先把頭換來旋轉 就會先補光燈的首歌 就是我們可以在這裡的地方 那麼文章pical轉 就是這兩個像是最像是最像的 像是浴臨的地方 你估计学习惯 你估计学习惯